你 爸 爸 边走边说 我跟妈说给她糊口夜 约她出来吃饭了 你妈这次实在太不像话了 好了 就这些吧 谢谢啊 稍等 你这每一次出烫筛 都会闹肚子 今天吃点清淡的吧 我出差几天 你怎么就把定金给交了呢 就不能等我回来商量商量吧 我不是给你打电话商量了吗 我说等我回来再说 你是没有看到 楼盘营销中心的那些人 这是学区房 大家都想要小户型 等你回来再决定 八十五平的那个户型 早就卖完了 再大一点就是一百二的 咱们家就买不起了 你完了把那钱都归拢一下 就那八十五的咱也买不起啊 攒了一辈子钱 眼见着就要退休养老了 你非要买这么个房子 你以后还怎么过 离退休还有好几年呢 再说咱们俩的工资 加起来也不低了 退休了有退休金嘛 我都五十多的人呢 万一得大病了 要是我得了癌症怎么办 我呸呸呸 不可能 咱俩身体都这么好 再说每年单位 都会组织体检 要是你我 谁出了意外呢 齐国弃啊 你没完了是吧 咱们去月亮这一个女儿 你是舍不得还怎么了 那也要在能力范围之内吧 爸 妈 妈 咱们家现在住的房子 一百四十多坪 那够住了 我真不需要房子 那你结婚了呢 还能跟我们住在一块吗 以后月亮结婚 有男方买房子 咱们把女儿培养得这么好了 还要买套房子做嫁妆啊 你看你这老思想 这不是什么嫁妆 女孩子手里一定要有套房子 无论干什么心里都有底 再说了 这是婚前财产你懂不懂 不可能是嫁妆 妈 我真的不需要 用你们养老的钱 给我买房子 我这样压力会很大 你有什么压力 妈妈现在就在解决 你人生中最大的压力 妈 我人生中最大的压力就是 是 就像月亮说的 把定金转让了 反正小户型学区房好转 齐国庆 我跟你说不明白了是吧 金玉香 这家里大事小事 只要你高兴怎么着都行 但这件事 倾家荡产买房子不行 那我也告诉你 这房子我买定了 如果你不想买 那咱们就离婚分家 这房子我必须买 爸 你别生气 我妈胡说的 爸 如果你非要买 那就离 爸 爸 别管他 管他 坐下 要不说 爸爸也就那么回事 在这个世界上 真正对子女好的 只有当妈的 妈 你说话太过分了 不管怎么样 不能张口闭口就提离婚 我跟他过了一辈子了 我还不知道他 他想跟我离婚 好啊 只要他真想离 我随时跟他去民政局 不许婚 行了 菜也来了 咱们吃咱们的 你爸说的话别当真 还有妈妈 对了 你的户口业呢 我忘了 你说你这个脑子 你能干点什么 没一个让人生心的 来 月亮 我到你家楼下了 过来拿户口夜 你快回来了吗 妈 我今天夜班 那我自己上去拿吧 家里有人吗 家里当然没人了 那你把密码发我一下 妈 你先回去吧 我改天拿给你 阿姨 黄菜 你怎么这么早回来了 我下班就回来了 那太好了 我正问月亮要密码呢 我要去他房间拿点东西 走 回去啊 挂了吧 唐菜回来了 是在那个床头柜里吗 没有 那我自己找吧 没开的 妈 好嘞 谢谢啊唐菜 那个我 买点东西 给他把屋子收拾一下就走 你忙你的吧 好好 好 月亮 你妈去你屋了 你户口夜不是放公司了吗 反正他又找不到 还有说还是要用车子 那我 Watch this 这个小子 まあ 是啊 好 是吧 是吧 那你又偷了 是吧 我 你看 這筆記本都寫得滿滿的 喂 秦茗玉 馬上給我回來 李健健 金阿姨要爆炸了 月亮馬上就到家了 你什麼時候回來 我已經到樓下了 回來換衣服的 晚點兒跟我哥去看電影 那你等一下月亮 跟泰西上來吧 氣氛特別可怕 阿姨你喝水 阿姨你喝水 你喝水 你喝水 現在因為雲小姑子 還要喝水 那胸部 你喝水 您喝水 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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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业在单位 你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 你到底有没有背书 说话 我不想考公务员 我根本就没打算考公务员 别生气 别生气 你问问他 从小到大 我舍得动你一根手 知道吗 这就是我养大的眼珠子 这么大的事 你都敢骗我了 我没打算骗你 我也不想骗你 但是我真的不想考公务员 我想当一名记者 去北京两年就可以了 你还想去北京呢 妈 是我在高中的时候 你告诉我 你想让我去北京 你说北京有很多机会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你会什么呀 混两年 没有成绩 你回来就能进编制了 这么好的机会会留给你 你也不动 你那个脑子好好想一想 北京人才奇迹的 你比别人强在哪儿 我不比别人强 但是我也不比别人差 我从小上学的时候 就没有考掉过班级前五 我大学连着三年讲学级 我上班了 我做选题 我那部评选全是有 我差哪儿了吗 你差就差在心理素质 你平常还好 一到观念时候就掉链子 高考的时候你不就趴下了吗 比你平常模拟考试 低了五六十分 你当年还想考政法大学呢你 是你想让我考政法大学 我根本就没有想过考政法大学 你想让我做律师 你想让我做检查官 都是你想的我从来都没想过 有什么区别 你考多少分你不知道啊 我告诉你有区别 区别就在于如果是我想要的 我一定能考上 你想考就能考 就你那五百多分 你想上就能上 妈 你能不能不要一直否定我 我从小到大 除非我考第一名 你才会给我肯定 其他师父你全在否定我 我吃饭点菜你否定我 我穿衣服你否定我 我工作我上班我谈恋爱了 你什么什么你都要否定我 我那是否定你吗 我那是为你好关心你 我不需要 你这样的关心 根本就不是我想要的 秦明月 你有点良心吧 我为你辛辛苦苦地付出了这么多 我让你吃好穿好 我给你提供好的学习环境 你现在跟我说 这都不是你想要的 不是你想要的 我问你的时候你干吗去了 你有问过我吗 你尊重过我的意见吗 你嘴巴上说的是名书 可是你本质上就是专制 当初你要搬到这儿了 我就不该同意 你看看你现在 你跟你这些好姐妹 都学了点什么 说谎 说大话 顶撞大人 你还喝酒 你说我就说我说我朋友要干吗 怎么了 我不能说吗 我说错了吗 你以前是这样吗 你明天就给我搬回家里去中 好好地准备你的公务员考试 阿姨 别生气 生气时候说的话都不能当真的 冷静一点 冷静一点 你们都冷静一点 妈 你从来都不了解我 我本来就是这样的 我一直都是这样 我从小最擅长的就是撒谎 你一直想要一个乖女儿 你不让我干的事情 我在你背后偷偷地我全干了 你知道为什么我高考 比模拟考少考了五六十分吗 因为我故意少填了一张打题卡 撒谎 我当时没有别的办法了 因为我知道我只要分数线够了 因为我知道我只要分数线够了 你一定让我报政法大学 所以我选择了最蠢的办法 我一定要当记者 我一定要去北京 我一定要去外面看看世界 我一定要去摔跟头 我一定要去赤库 我要看看我自己 到底能奔成什么样子 我不会再听你的话了 我不会再听你的话了 晓儿 你真行 没事 我去送阿姨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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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别生气了啊 月亮 你月亮他也是着急了 他故意扫天打铁卡的事 是不是真的 我没听他说过 你们是不是早就知道 帮着他一块儿骗我 真的没有 我真的是第一次听他说 好 这么大的事他怎么敢的 他可真是胆大抱天了他 你回去告诉他 这房子我不给他瞒了 我回去就把丁心转了 他爱去哪儿去哪儿 别说北京 他就是去北京 我也不管了 他和他爸两个人 真的是太伤我的心了 阿姨 你别这么想 你回去吧 阿姨 你应该已经回去了 像ле踪了 你去吧 我去哪儿去哪儿去 哪儿去北京 也行 哪儿去哪儿去 好 那個村子 你高考的事是真的假的 你这个人真的是 干大事的人 谁的 以后房租我丈夫 你们俩把房间给我留好了 确定能去 领导说了 只要我打高稿 第一个带我走 几月份 十月 我确定好了以后 来牧宿就找新人 我交接工作带新人 爸 你怎么突然来找我 之前给你打电话 你也不接 忙吗 忙啊 我们单位上 来了个新的实习生 为什么不接我电话呀 是我妈不让你接 还是因为 我去北京的事 您生气了 北京 外调 我妈没跟你说吗 我这几天住酒店里面 没跟她见面 你为什么住酒店啊 你先给我说说去北京的事吧 我去北京就是因为电视台 有北京办事处 领导要带两个人 两年就回来了 爸 你怎么了 也好 我和你妈离婚 你正好出去避一避 省得她折腾不了我 天天才折腾你 离婚 你要跟我妈离婚 过不下去了 爸不是不买房子了吗 怎么还吵架呀 要不是买房这事 我还真能凑合着过吗 你妈那人你也不是不知道 什么都要管 什么都得听她的 当初你住家里啊还好 她注意力都在你身上 自从你搬出去之后 她就只盯着我了 不能有一点不如意 稍不如意就生气白脸色 唠叨个没完 也不做饭 爸 她以前就是那样的 她心眼不坏都是一些小事 小事都听她的也就算了 可是你看买房子这么大的事 她也要搞一言堂 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我都五十多岁了 她双双一折腾我退了休 就只能上街去敲碗要饭了 爸 没那么严重 你还在气头上呢 你算是熬出头了 还能跑去北京 我下半辈子要想过得好点 就只能离婚各国各地 要是你还小 为了你我也不会理 现在你都这么大了 用不着我操心她 相信你也能理解爸爸 那我妈怎么想啊 她怎么想我管不着 我反正要离婚 爸爸走了 爸爸走了 爸 你爸这个人其他就不说了 这点是真的好 一辈子什么都依着我 去吧 immersive 不好意思 能不能买你手机借我用一下 出门买点手机呀 谢谢 谢谢 妈 我是月亮 你别怪 你别怪 我先找我爸了 你们俩怎么了 他找你干什么 他怎么跟你说的 他说 他 他说 他跟你说要离婚是吧 你们俩是商量好了 要一起气死我是吧 你让他来跟我说 他还想离婚 好啊 李漾 你让他回家来拿户口本 我跟他去明证局 我也可以 谢谢你啊 没事 谢谢 妈 宋阿姨 月亮 你怎么突然来了 都没听你妈说呢 我只要我妈有点急事 那 金姐 你和月亮先聊着 我自己去吃饭好了 好 一会儿见啊 谢谢宋阿姨 妈 你到底为什么和我爸 变成这个样子 我们离婚你们父女俩 吃多开心 你别置气了 你中午真的要跟我爸离婚啊 我让你们都如一眼 你们愿意去哪儿就去哪儿 也用不着一直骗我 妈 我错了 妈 我错了 我对不起你 我 我高中的时候真的很幼稚 我现在真的很后悔 当时一直跟你知情 我没能考出一个好成绩 我完全可以去一个更好的学校 妈 我对不起你 我错了 你对不起的是我吗 你对不起的是你自己 那么多人消遣脑袋往好学校 咱他们都是傻子吗 你要真的考上清华北大 妈 我会不让你去吗 我真的后悔了 我这件事在我心里压了很久了 但是我没有办法跟你说 我现在无时无刻 我都想回到国际给自己一发掌 我现在就给你一发掌 我 妈 妈 你不要打自己 你们为什么那么讨厌我 为什么这么对我 我到底做错什么 你们告诉我 我这大半辈子就为你们俩活着 你们说不要我 就不要我了 妈 妈 不是因为我要去北京工作两年 我没听你话 你就讨厌我不要我了吗 你去北京不就是为了逃离妈妈吗 你以为我不知道啊 我当时确实是这么想的 但是妈 我现在是为了我自己 我想做一名记者 你知道吗 这是我喜欢的工作 不只是在地方频道 接市民电话做调解 我想做实事 我想做民事 我想当一位计时记者 我 这是我的理想 你明白吗 妈 怎么不进去等啊 你爸已经到了 我想等你一起 妈 如果我爸坚持要跟你离婚 你还是要做好心理准备 放心 有我在呢 走 走 小青龙 我妈喜欢清蒸的 好的 想放一些蒜蓉 好 再要一个鲁鱼也要清蒸的 多大呀 二斤左右 可以 就这些了 谢谢 请稍等 你 你是不是在外面有人了 我没那么不要脸 那你非要离婚 不就是让我早点给别人疼地方吗 我就是因为忍受不了你 长期以来对我的压迫 所以才要离婚 跟其他人一点关系都没有 咱们都是文明人 既然你非要我说那么清楚 那就当着女儿的面 让她也平平理 有本事你就说呀 我跟你结婚这么多年 你在家里是说一不二 我不能持有任何反对意见 当然月亮也不能 你就是我们妇女俩的总指挥 你指哪儿 我们就得打哪儿 不能有一个地方不如你的意 我在单位只是个小科长 你没事就抱怨嫌我不上进 我 我那是为了让 听一下 你先别插嘴 我在家里半辈子都没有话语权 都已经到了离婚了 你让我把话说完 这 你那不就 以前女儿在家啊 火力军摊 我还好过一点 现在就像是坐牢一样 一个狱警管一个犯人 是一点放风的机会都没有 拖过的地不能踩 吃饭不能叭嘴 不洗澡不能往床上躺 只要是你认为健康的东西 我都得吃 还得开开心心地吃 都五十多岁了 结婚都几十年了 吵个架还跟我妈告状 跟你妈告状 然后两个老太太轮番打电话 敲打我 让我不要惹你生气 我 我 我让你养成一个好的卫生和 和饮食习惯有什么不对啊 对对对 而且我那根本不是告状 我就是心里太烦了 我回家随口那么一唠叨 对对对 你都对 反正我要离婚 你要存款还是房子 齐国庆啊 咱们俩结婚二十几年了 你现在说离婚就要离婚 我这大半辈子我为谁活着 我不就是为了你们为了这个家 我 我把日子经营得这么好 我现在老了 你就要跟我离婚 你是不容易 我承认这些年 你把我跟明月照顾得很好 可是跟你生活在一起 实在是太压抑太累了 原本我想就这么凑合着过吧 听你的就听你的 可是买房子这件事 让我觉得你根本就不会有任何的反省 你只会越来越极端 不是已经说了不买了 而且我这个订金都已经退了呀 而且我买房子又不是去赌博 这我还不是为了咱们一家人好吗 以后你干什么都可以 现在月亮已经工作了 咱们离婚也不影响她 以后爸爸还会像以前一样关心你 你想继续做记者 想去北京爸都支持你 爸永远站在你这边 好 好 好 真这么想离 那就离啊 明天下午民政局见 你们好好吃 我先走了 不影响你们迎接你们的新生活 妈 咱们一家人好好把这顿饭吃了 我也有话想跟你们说 爸 你觉得要离婚 我尊重你的意见 但我觉得 你跟我妈离了婚之后 你一定会后悔 你跟我妈生活了二十多年 你下厨房的次数屈指可说 家里的家务从来不需要你做 每天回了家 都有热腾腾的饭菜 租着整洁舒适的房子 穿着干净的衣服 两边的老人都是我妈在照顾 那么多亲戚 人情走动 都是我妈在操办 人人都夸我妈 说我妈持家能干 这些我都不否认 再说我 我也不擅长 我工作忙 我妈也要工作 我上下学周末补习班 都是我妈在接送 我记得初一的时候 有一天下大雨 我妈出差了 给你打电话让你去接我 你开着车 去了我的小学 我小的时候 特别喜欢爸爸 因为你不管我 你觉得我做什么 都是对的都是好的 我妈对我特别严格 我做什么 都不能让她满意 但是后来我长大了 我明白了 你不管我 只是怕麻烦 你不跟妈妈去争执 不是因为她做得对 是因为你怕吵架麻烦 我妈每次教训我 你都帮强 说你妈说是对的 事后三五两百块钱 跟我道歉 那你想让我怎么办 天天跟你妈吵架 家和万事兴 爸爸我们家不适合 我们家是逃避问题 你是我也是 我为了分数 够不上政法大学 我高考宁愿少填一张答题卡 也不愿意努力去争取自己 喜欢的学校和专业 少填答题卡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 我的所有叛逆 全部用在了错误的地方 我跟我妈的对抗 只有我自己知道 秦明月 你 你怎么这么糊涂 谁给你的胆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当时 根本没有想过要向你求助 因为你不会因为我 去得罪我妈 我妈现在变成这样一个 不跟别人商量的个性 不就是你纵容的吗 你为了避免跟她争执 她做什么都可以 把她变成这样的你 最后却要抛弃她 怎么是我把她变成这样 你 妈 没关系 离了婚你的日子照样能过得很好 而且你还有我呢 我 明天下午两点 爸 你放心 我陪我妈去 我还有两个月吃北极 要不我搬回家好好陪陪你 不用 两个月以后你太累子了 我一个人 总得适应一下 没想到今天你会帮妈妈说话 谢谢 不不不不 我不偏妈的 我是做记者的 抢救实事求是的书公道 还是 我都跟男演说好了 我这两天就先把台词备收 然后就辞职 你也不用特地来接我去剧院啊 整得跟我间接人似的 我这打事挺方便的 没事 我刚好顺路送你 得了吧 哪顺路了 你不会喜欢上我们那女一号了吧 什么跟什么呀 长什么妙儿都记不清呢 算了吧 人家长得可乖了 你不就喜欢长得乖的吗 你等我这两天昏熟了 我帮你问吧 别瞎给大梅啊 长得还没你好看呢 你什么意思啊 我人类底线啊 不是啊 我的意思是 你长得好看 所以说你这人就没运气 不喜欢我这种长得好看的 没眼光 没好命 我当时那也不是 那行行行行 我早不在乎了 我当时就是头脑发热 一时冲动 还是跟你当哥们好 讲义气 我明天就回去跟我妈说清楚 她要是不同意的话 我就继续抗争 我跟你说你可别急啊 回去跟你妈好好说 你要不行 我陪你回去跟你妈说聊 神经啊 你陪我去叫怎么回事啊 月亮 阿姨 你也来了 对 唐灿 你这儿下班了啊 那那个 我想走啊 你有事给我发微信 好啊 这是你男朋友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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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之前的学长好朋友 唐灿 你先带我妈回去吧 我跟学长说点事 你找她有事 法律咨询的事 我一会儿回来 月亮也认识她啊 都认识 阿姨 我先陪你上去吧 好 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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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没打算上去呢 你 你放心我不会再打扰你了 我知道我知道 我 我就是想跟你道个歉 对不起 你这 突然给我道什么歉啊 你之前跟我表白 我不应该这么对你 这也不都过去的事了吗 你只是不喜欢我而已啊 而且你有拒绝我的权利 是 我是有拒绝你的权利 但我真不应该这么拒绝你 你喜欢我 我应该心存感激 而且你真的一点错都没有 我还这么打击你 伤害你 我之前一直在想 为什么 我会这么反感 这么害怕你对我的表白 我想不明白我就一直想 但是我现在想明白了 我不讨厌你 我讨厌我自己 对吗 你可能不太了解我 我一直都是一个很自卑的人 我真的想不出来 我身上有什么优点 值得大家喜欢 你之前对我说 你对我一见钟情 我其实挺害怕的 因为你一旦了解真实的我 肯定会破灭的 走 那不会 会的 因为 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喜欢逃避 我特别怕麻烦 我做事情悠悠寡断的人 我自己都觉得我自己特别窝囊 我也特别 特别怕让人说 我其实特别讨厌自己这样 我之前还有想过 如果我是个男孩 我肯定也不会喜欢这样的女孩 一见钟情 其实挺吓人的 这意味着 我觉得 在这个人的眼里 她是光芒四射 是完美的人 我不是那样的人 我是一个漏洞百出 撕开伪装之后 就是一个懦弱的胆小鬼 那你现在 撕开了 李渐渐告诉我 她哥说 人是一瞬间成长的 这个瞬间只有自己知道 我之前一直想要明白 直到 我爸跟我妈要离婚了 我才知道 我应该长大了 我应该撑起这个家 你还会有这个责任 你 你爸你妈 离了 可能我 说得有点多 我觉得 他们离婚 不一定是这样坏事 而且你也别太看提自己了 是人就有缺点的 我也有很多缺点啊 我曾经也 伤害过 给我表白的人 我现在特别后悔 是人总会犯错的吧 谢谢学长 我之前这么对你 你还这么安慰我 我这儿哪儿是安慰你啊 不过说真的 你看你 你做节目 帮助那么多需要帮助的人 这世上哪儿还有这样的人呢 这任美心善说的就是你 谢谢学长 你真是个特别好的人 是我没有眼光 行了 咱甭谢来谢去了 以后你见着我 别跟见着洪水猛热似的就行 不会 不会 你能原谅我 我已经很感激了 过去了哪儿有那么多原谅不原谅 学长 你真是人帅 心帅 那你看看 那我可以把你微信加回来了吗 可能 不行 我给你开玩笑了 我扫你 谢谢学长 你别问那么多撑死了 你不躲他了 还追上去 你别瞎说 我就是跟人家道个歉 人家不就是给我表个摆摩 搞得那么夸张 你还知道你记忆夸张吗 你干吗 记忆我的美色 恭喜你啊 女演员 身系成功 哎呀 没办法 条件好 老天赏饭吃 那你得赶紧辞职啊 辞了 妈 我明天就回去跟我爸妈说清楚了 我现在浑身都是劲 还能再跟我妈抗争一百年 行了 你别天天抗争抗争的 你也没有留下什么便宜 你好好跟人家说 老欣 阿姨 妈 月亮 我先去洗个澡啊 你爸今天晚上住这儿啊 我爸今天回家收拾东西 我妈不太想待在家里 所以我就把他带回来了 你爸收拾东西 怎么了 离婚了 不是吵架吗 离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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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亮 你是不是也很讨厌妈妈 你是不是也很讨厌妈妈 有时候吧 你也很讨厌我吗 你说我都没有 是你 别贴着你 你就贴着你 不是你的小妙 你是夏天的小冰奥 冬天的小冰棍 梅儿 你以后有我了 你也是我的名字 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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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阿姨 唐灿 金阿姨 金阿姨 唐灿 金阿姨来了 小冰 你们都在家呢 来 我帮你 陈 你来 我自己来 月亮呢 她出去了 她今天不是不用去海里吗 她出去买东西去了 阿姨给你们做了好多好吃的 这次绝对没有沙茶酱啊 阿姨记住了 糖餐过敏是吧 阿姨这次给你们做了 花生年 这个你们爱吃吧 谢谢阿姨 这个我爱吃 客气 我去接着 瞧瞧你们这个家乱的 我一会儿给你们好好收拾一下吧 也不知道你们三个怎么能架得出去 我帮你 不用 不用 忙你们的 这下不用担心了吧 我静阿姨还是那个 嫌弃我们的静阿姨 没错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